南投是有機車被推下了排水溝 昨天南投是一名男子疑似騎機車摔倒 整個車身栽進了水溝裡頭 附近居民聽到了異常的聲響 立刻報警 直到廠調查發現機車並沒有懸掛車牌 不過從機車的引擎號碼可以查出 車主是一名外籍配偶 在釣魚了附近監視器之後發現 其實這個機車是被推下水溝的 到底是什麼原因才把機車推下排水溝 警方目前還在做進一步釐清 有機車的電視台 直到水溝